好 那大家好 我是Ronnie 那我現在來做成果報告 那我今天主要是做那個中央政府總預算改 那主要我千幾年就已經有在偷跑了 就是我把那個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因為政府資料開放平台裡面有非常非常多 像這樣子的資料擠 然後這樣的資料擠裡面是 就是一些會計相關的東西 然後下載之後會是個壓縮檔 然後壓縮檔解壓縮之後 會 裡面就會有一堆examen 包含了什麼會計 會計收支對照表啊 什麼收入啊 平衡表什麼的有的沒的 那這樣的資料有多少呢 總共 裡面總共有四萬九千筆資料集中 總共有八千多筆資料集 裡面是有包含這些東西的 而且八千多筆資料集 每個資料集其實都可能會有多個資料資源 就是它可能一月二月三月分別是不同檔 所以其實總共有三萬三千兩百多個檔案 那我前幾年就有偷跑 就是把這三萬多的東西慢慢下載下來 所以我總共下載了 就是三萬多個檔案之後 大概有三GB的檔案 那我把其中的 就是裡面做資料格式分析 就大宗的格式是有一萬六千筆 是壓縮檔 然後其他的HTML應該都是錯誤的 然後壓縮檔 我在裡面 對裡面的XML做一些整理後 發現裡面的絕大多數總共有 十一萬個是屬於CGBA這個格式 那這個格式大概長得像這個樣子的一個會計檔 所以我剛剛今天花時間 就是在整理這個CGBA這個格式 那我把CGBA的格式 就是經過處理之後 我目前就是 處理出了這麼多種類的表 然後這麼多種類表中 其中最關鍵的表應該是 就是這個 最初用途別累計表 然後最初用途別累計表 裡面的資料比數 目前總共有兩百多萬筆 那其中就包含了就是 每一個項目 所以每個項目 它譬如說它是某個一般行政 它是人事費還是屬於 什麼法定編制待遇或是其他的 就是它比或獎金之類的 就是它比原來的那個科目又再更往前 就是細了一層 然後以及它這邊資料 是以一個月一個月為單位的資料 所以只要我把這些資料 整理完成之後 就可以把它匯回去 我之前就是最近 就在做這個GOV money 就是各個機關的那個 預決算的資料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把那個 讓這邊資料我想要設計的是 這邊再點進去 可以看到這一筆更細的 1到12月的資料 可以做一些比較 這是我接下來想做的事情 那接下來我在考慮說 如果這東西 就是資料整理的還OK的話 可能會考慮投開 要不要投今年的總統 美黑客森 這樣可以從總美黑客森 那邊直接施壓 就希望主機總數 直接由主機總數來釋出資料 而不是我這邊要來做 就是從 就是8000多筆 來自不同機關的資料集 來把它做合併 這是未來的目標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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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f